一般企业老板都是优秀的人 他才有可能成为老板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比优秀更高的是卓越 什么叫卓越啊 我们都听了 优秀的人卓越的什么 团队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呢 卓越就是能够让别人都把事做好 叫卓越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公司分三个城 基层中层和高层 基层的员工是优秀 做事 中层的干部是管理卓越 让员工把事做好 那再往上走就是领导层 辉煌 再往上走就是老板层 我举个例子吧 朋友们 刘邦带兵打仗每次都输 但是韩信换成主帅以后就赢了 为啥 因为项羽是一个卓越的人 他能够把普通人变优秀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啊 这位各位 那比卓越更高的是什么 辉煌 辉煌已经不对人 不对事负责了 应该是对局负责 再横一点 优秀是做事 卓越是做人 辉煌是做局 做事 做人 做局 当你能够把事做很好的时候 恭喜你 你是个优秀的人 但是你知道优秀的人是怎么死的吗 活活累死 因为你把事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公司的大小事全是你在做 你告诉我中国民营企业家 是不是多半都是这样的人 很多人在没有上过周老师课之前 都觉得自己好优秀 好牛逼的样子 上完周老师 进行之道 瞬间把他打到塔底 我靠原来我在塔底啊 老师 因为优秀在我看来是最低的境界 比优秀更高的是什么 卓越 卓越就是教你做人的学问 记住一句话 把人做好了就不需要做事了 这句话有人能听懂啊 有看过水破凉山 水壶转的局劳 你告诉我 宋江如果论打架能打得过谁 108条老汉 他一个都打不过 各个都比他有能力 但是为什么宋江是老大 因为这些人都在优秀的维持 而宋江在卓越的维持 他做人做到了极致 他的外号叫吉时语 宋江的口头禅士 老夫只做一件事 直血中送炭 绝不锦上添花 做人做到极致 就不需要做事了 因为有大多做事的人 会帮你做事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但是为什么他会说 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做局的人 直接把宋江给灭了 这个人是谁 什么高求 高求只是个棋子 好不好 真真正正 水破凉山里最厉害的 就是宋朝的皇帝 你们看到的水浒 水浒传跟周老师 看到的水浒传 压根就不是同一个水浒传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讲 我看到的水浒传 好不好 水浒传 第一集 宋朝的皇帝 宋朝的皇帝刚刚 继承大统 他发现我的国家内忧 外患 经过辽国 犯我边关 正派三十万人马 御驾行征 无功而返 国内四大贼手 日益猖獗 宋江 方辣 田湖 王庆 正派三十万大军 同贯高求 无数字剿匪 无功而返 趁着江山 飘摇欲坠呀 这个时候 正做了个局 什么局 我看一看 四大贼手里 谁最厉害 宋江最厉害 所以正故意去 飘里丝丝 你以为皇帝 真没事干 去妓院呢 皇帝故意 给李思思下钩 让李思思去勾引燕青 给梁山通信 让梁山归降 让你归降 不是为了 真的让你归降 当水不梁山英雄 归降朝廷以后 宋朝的皇帝 是这么说话的 宋爱卿 辽国犯我边关 清当如何 陈愿以率领 108个兄弟 远赴边关 平乱 好 赠给你30万大军 梁山108条好汉 把辽国打败了 宋朝 宋江回朝认为 他要得奖了吧 要奖励吧 大扎 大扎皇帝又发话了 金国犯我边关 清当如何 陈再带108条好汉 拒贼于国门外 又打仗 又打赢了 回来觉得应该领奖了吧 大宋皇帝又说话了 王庆作乱 田虎作乱 清当如何 绞之 又帅108个兄弟 把两个贼给绞了 绞了 以后以为应该领奖了吧 又来了 大宋皇帝又说话了 方辣纳斯 霍国阳民 听当如何 宋江说 绞之 宋江 带108个兄弟 去 绞方辣 你们有没有想过 宋江带的108个兄弟 打了上千场仗 从来没有死上一人 从来没有输过一战 但是中方辣还没有到方辣的地盘 死了39人 打方辣打到最后 死了76人 为什么这一次 宋江的兄弟 死的死伤的伤 逃的逃 因为这就是大宋皇帝做的局 当年的水不良山 之所以美战必胜 没有人伤亡 是因为在108将里面 有一个神医叫安道犬 他带着衣物队 每一次跟着大军一起出征 只要发现将士水土不足 马上吃药 只要发现有瘟疫 马上用药 只要发现受伤了 马上用药 而那一次安道犬没去 安道犬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被宋朝皇帝扣下来了 宋朝皇帝跟安道犬说 朕身体有恙 安神医带着你的救护盾 来到京城给朕治病 安道犬没去 是导致梁山108条好汉 全军覆没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粮草不足 水土不服 医药紧缺 你要明白 朝廷的粮草衣物 全是高求和同贯在负责 故意不给你用药 108条好汉 各个都是北方人 到了南方水土不服 又没有药 病都病死 36个 一仗没打 当把芳辣灭了以后 梁草没了 宋江的兄弟病的病 饿的饿 死伤过半 到最后只剩下来 20来人 他以为带着这20多个兄弟 回到京城 应该受朝廷封赏了吧 全部吃毒酒 一个不留 我们可能觉得宋朝的皇帝 是不是有点狠 你站在宋江的视角 你觉得宋朝的皇帝是狠 但是站在宋朝皇帝的视角 只有这样做 才能天下太平 朕不用水铺梁山的英雄 怎么样距辽国经过于国门之外 朕不用梁山的英雄 怎么样能够把三大贼手搅除 如果朕不用记梁山 108条好汉全部返京 他将绅士浩荡 如果有一天 宋江想揭干而起 我大宋的皇位不保 所以为了天下的 黎明百姓 宋江 本能留 水铺梁山最大的赢家 是宋朝的皇帝 他为什么能够干到宋江 打打不过宋江 但是为什么能够干到宋江 因为宋江在卓越 而他在辉煌 他一出手就是菊 因为帝王看的世界 跟我们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视角不一样 在帝王的眼中 天下为棋盘 众人皆棋子 一出手就是菊 一出手就是辉煌 你不学能行吗 智商教你做事的学问 情商教你做人的学问 而财商是教你做局的学问 先生 师父